可以期待非常精彩的一些成果 欢迎戴老师 谢谢陈总统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成果 这个题目刚刚已经报告过 所以我想就我们很快进入主题 我想我们做这个课题的一个主要的动机 只是说因为目前我们希望 以有限的资讯能够快速评布破面的破坏面 来解决我们的浅室区域里面 对于崩塌量体以及崩塌破坏面所在 以及后续的运营行为不一估算的一个局限 尤其是我们现在现地专案事实上非常昂贵 而且耗时而且是局部的资料 我们就想说有没有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可以在第一时间先大约评估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目的不是要很准 但我们希望有一个order在量级上 大约可以评估出来 那这个碰到第一个最困难的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三维的 对不起 在三维的空间上要建立一个曲面 其实面临的问题 其实三维上其实曲率其实是不好定的 那以这个为例子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曲率呢 不同的切面基本上就会呈现不同的曲率 依照曲率的定义就是说 我的在这切面上面我的那个斜率的变化快慢 其实就是所谓的斜率 所以在这里会看到一个是这个是一个正 而这个是一个负 所以基本上就会不一样 那我们刚好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处理 所以我们这个理想 我们把它称为理想破坏曲面 基本上我在主轴方向 也就是所谓的主要的倾斜方向 当作一个方向 跟它垂直叫侧向轴方向 我们在主轴方向一个固定的斜率 在侧向轴呢 我们定一个固定的斜率 所以我们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我这两个斜率怎么样定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 这个方法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如何去定这两个的曲率 好那我们这个工作上 其实基本上范围是分成这三个工作了 我是不是按错 好那第一个是我们希望 如何找到它的几何特性 以及崩塌面积跟量体的一个经验公式 是不是能够适用 让我们回归去找我们的曲率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找到之后 我们找到的曲面到底跟案例来比较 大概误差会有多少 到底我们这方法合不合用 这是第二个主题 第三个主题是我们把 我们估计出来的东西 我们希望可以 估计出来的东西 我希望可以去估算它后续的运移行为 然后我们再利用我们目前发展出来的一个 三维可视化图形的一个系统 我们把它呈现出来 让我们可以比较有 可以更知觉 可以更容易去了解这些崩塌的一个 它后续的一个运移行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总共呢 我刚刚提过 我们主要其实我们要找到 我们希望找到轴向的曲率 就主要请节方向的轴向的曲率 侧向方向的曲率 以及崩塌面积 我找到以后我就要看我的崩塌面积跟体积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联性 那我们在这个计划执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共探讨了总共是45个案例 大概三十几处的地方 那我们发现 我们在这个长轴跟深度 深度之间的这个比例 以及长轴跟长轴的曲率 它之间其实我们这45个里面 其实你们发现 它其实大概可以归纳出 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律性出来 那在侧向轴方向其实也是 也可以找到这个方向 也可以找到这个规律性 所以有这两个我可以说 我只要知道长轴长度 擦向轴长度 那我先给一个特定深度 特别讲一下 如果你这看到这有D1D2 因为这两条线不会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所以它深度虽然同一个深度 可是我的D1D2对长轴跟对擦向轴 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值 那这样子我只要知道这个长度 跟特定深度 我就可以找到D1D2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两个关系式 去找到可能对应的一个曲率 好我用这样子找到破坏曲面 那我们去探讨一样 那我们把这东西用到 我们已经发生的这45个崩塌案例里面去看 那其实这是一个体积面积 这体积面积的公式其实最早 就古杰迪他们也提出一个关系式 他们是研究意大利那个区域 大概有600个案例 它归纳出来是这条 是黑色的实线 其实对不起 它是绿色的实线 这是古杰迪他们所提出来 那我们这45个案例 我把它标示在这个位置 我们所回归出来的式子 是这个黑色的实线 然后蓝色的曲线是古杰迪的 黑色的实线是我们的 那其实两条线你会发现其实非常的接近 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是用古杰迪他们的 还是用我们的 其实在这里应该都可以用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想我们怎么样去做 刚刚已经大约提了 我们怎么样去在如果我已经知道大约可能一个 如果说这里有一个可能的一个崩塌范围 那可能经过线调或者是经过LIDAR的量测 我们去知道大约可能的崩塌范围 我可以规划出来以后 我第一件事情我就去找 L1 L2 主轴方向最高点最低点 然后呢跟它垂直的中间点垂直线大开 我就知道L1 L2大概多大 那因为我们也全足范围 所以我知道我的面积大概多大 那到这里之后我就可以透过 不管是古杰迪 还是我们这次归纳出来的体积面积的回归公司的经验室 我就可以大约知道我们的崩塌体积大概是多少 那为什么知道崩塌体积 因为崩塌体积可以协助我们 大概去猜我们的理想破坏局面 可能的深度所在 当然它会有一个 我们可以去猜 那当然我们的经验是 其实我们就找一个大概的范围去估 我随便找一个低一个深度 当然我会对应出D1 D2 就像我们前面刚刚的 前面这地方 D1 D2我就可以找到D1 D2 之后我就可以 只要有D1 D2 我们就会再依照前面这个 这两个公式我就可以知道我的R1 D2 也就是我两个曲率 我就通通可以找到 找到这两个曲率之后呢 我就可以画出我的 我们的理想曲面 理想曲面在跟我们 所谓的崩塌之前 就是量测到的数位地形去 去一减 我就可以知道说 我就可以知道我的 我们的体积对不对 如果体积不一样 该加深还是该减少 我们就可以回来再重新算一次 直到这两个 跟我们之前用古车体的公式 估出来的差不多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停 那这是我们做这个理想曲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几个条件 第一个我要知道 可能的崩塌范围 然后我再用 不测量的方式去估 可能的崩塌体积 再来我再来找到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后续的模拟 因为模拟基本上是必须要有一个破坏面 才有办法去做 好 那我们这个结果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这样做出来 其实我们的体积误差来讲 我们45个案例里面 大概 OK 小于百分之 大于百分之三十的体积误差 就是案例来讲 45个里面大概有五个 五个案例是 是大于百分之三十 剩下都小于百分之三十 那瓜胡里面是 因为我们这是两年计划 第一年分析的是在瓜胡里面 那现在的总数事实上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24 14 2.2 好 那它体积分布大概 哎 为什么 抱歉 实在是 好 那它的面积分布其实 大概大于 十万个的 有八个 好不好 十万个平方米的 那这个的话 其实 大于 一百万立方米的 大于一百万立方米的 大概有十二个 这是我们分析的量体 大概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基本上来说我们会想说 那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我的体积误差这么大 那我们就来看 主要的体积误差来源 我们先讲减完减之前减之后 我们这里以纳马乡A0 这个地区的范围来讲 如果我把我在估计我的崩塌范围 因为这是已经是案例了 所以这是应该说再前再后一剪 剪起来 所有有差异的范围 我通通把他包进来的时候 我用这个范围来估的话 其实我们体积误差会接近 会接近百分之百 那什么原因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他的破坏感觉上 有很多地方是属于比较浅的 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是属于莫拉克时期 那有些有可能是因为大于冲刷造成的 或者是第一次崩塌之后 后面后续再崩塌造成的 那个他图体移动过去 就刷掉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一次性崩塌 我们觉得比较华语 所以我们就想说 好 没关系 我现在估计 我崩塌深度大于0.5米 我才列入考虑 所以这张图马上变成这样 所以这时候就很清楚 其实你看到他分成几个区块 不要严格来讲 这里也许是一个 这里一个 三四五 可能分成四五个区块 那这样子的区块到底 如果我把它分成这样去 然后我考虑这一块 我用我们的理想曲面的做法 刚刚说的长轴 长轴 车向轴来估的时候 我们的体积误差 就马上从90%缩到15% 其实已经相当具体了 那当然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的同仁很有趣 他说老师我要做一个 非常准的 我就说那你就继续缩吧 那他就当然就一直提升 他说如果跟他深度 只有大于10米 才列入考虑的时候 他说他可以缩到 百分之10米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如果核心这一块 如果只考虑核心这一块 那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去估计 其实可以非常的准 也就是说 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讲 如果说他破坏面 是很崎岖的话 然后高点起伏 很剧烈的时候 其实是主要误差 如果他是 单一一个峰值 一个高点 如果单一去估计 他的话 其实可以到相当的准 这是我们这个方法的一个误差 以及他的可以使用的方式 好 那我们呢 几个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方法 用到小林村的案例 那其实主要 我们主要看的是小林村的 主要崩塌这个 其实这 这我们把它分成 一二三四四块 一大块 一中块 两小块 那小林村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用我们的理想曲面去做以后 我们因为也有摘后的实际量测了 所以我们两个做起来以后 你看图体的差异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 两个破坏面 理想破坏面跟实际破坏面 其实误差 其实如果从这里来看 其实是不小的 因为你从这里可以看 他误差可以到超过六十 六十米 负的话可以到负四十 也就是前后加起来 差不多 差距就将近一百米 好 那这是属于深度的部分的误差 深度部分会有误差 再来就是 涵盖面积也会有误差 因为我们用理想曲面去切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部分 是有切到 有部分没有涵盖到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水蓝色的是 两个重复的 那个深蓝色的是 实际破坏面有 可是我们理想曲面没切到 那黄色的部分是 我理想曲面有切到 所以它应该崩 可是呢 我们在 在后的破坏面里面 却没有出现了 所以你就会看到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那我们在左边这张图 我就把这个差异列出来 那 以体积误差来讲 因为这两个 其实基本上切出来 一定有体积误差 有深度误差 有体积误差 那这个绿色的部分 是 所谓的 绿色部分是这个 体积误差 体积误差 一开始大概是在 三点多 到最后到四点多 这是我们整个计算的过程 等一下会秀大家这个图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模拟的时候 我就用这两个条件 不同的 一个是理想曲面 一个是破坏曲面 下去跑 剩下统统一样的参数 跑起来的时候 体积误差其实不太大 那深度的误差就有蛮大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 深度误差的差异在这边 深度误差应该是看这一个 负六十到八十 所以你会看到 它的范围最大跟最小 差也在这 可是慢慢随着时间 它慢慢缩小 慢慢缩小 缩小 缩小到在正负十五左右 OK 那如果以面积的误差来讲的话 我可以面积误差 从大概百分之二十八左右 然后当然会有点起起伏伏 但是最后慢慢超过 大概超过一百秒以后 它就大概说 一直说到 大概误差大概是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我随着时间在跑 我的东西其实误差 一开始误差可能有点大 可是慢慢随着时间跑 变小 那这个事实上是 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现在 就是说 我所估出来的理想局面 也不必太准 只要体积差不多的话 其实他们跑到最后 没有差太大 那这对防灾来讲 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就不必 一定要很准的这一个条件 大约对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刚刚我们跟大家讲的 那左边这个我就让它跑 我看一下 应该是不对 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图 这一个是只有破坏面 这是真实破坏面 我们没涵盖到的 那黄色是我们理想破坏局面 涵盖到 可是那个真实破坏面没有 这两个是重复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面积所占的 它到最后其实说到蛮小的 一开始到最后这边 到了结束大概在180秒 接近180秒 可是你看 其实差不多 尤其是在小林村这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差不多是一样的 那这事实上也是蛮有趣的 那当然我们会说 那这个路径到底 我们这一个路径到底跟真实状况差异有多大 那我们用这个图 我们刚刚跑到这里图 所有土体刷过的范围 我们都把mark起来 跟这个災后的卫星影像来比较的话 其实还蛮一致的 那我们这是深度 小于10公分的不考虑 因为这范围很大 那这大概三公里快到四公里 这个是大概两公里的范围 所以图体只要小于10公分 我们就不管 那所以大于10公分的 我们把它mark起来 跟卫星影像看起来 其实是还蛮接近的 所以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我们刚刚这里的误差 跟回到这里其实是 是可以 我们这东西事实上是可以应用的 那在这里你们看到这个空图图 等高线图 其实为什么这么平滑 因为这是理想曲面的 我们挖出来的理想曲面 在等高线图上就会产生 是这样子的一个显示方式 好 那最后就是可能第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说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显示出来的东西呢 可以更视觉化来看 因为不管刚刚这个地方 或是在前面这里 其实这个是比较 我说比较学术上研究会用 我们大家看得懂 可是对一般人或者是 一般在第一线在看的时候 有时候还是喜欢用立体的方式来看 所以我们也发展了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称为NC platform 那事实上叫数值实际理真平台 好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秀给大家看 就是我们如果找出我们的理想破坏面 我们可以把它先拉上来 上面检查一下它 然后它对应的深度等等 可以先检查一下 那这里的话我们分了几个东西 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是草地的地表 那也有可能用灰阶的 那当然如果有对应的卫星影像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贴到这个图表上面来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说它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切出来以后 它的图底大概是怎么办 那我可以去旋转看看我的需求 要怎么看 那当然我可以放大缩小等等 这基本上都能做 那所以那也有可能 对这个就是卫星影像 那有卫星影像以后 我们就可以比较可以去知道说 那些地方尤其是像这个是灾后所以看不到 如果我们放灾前的 可能我会说这个刷过以后 可能会有哪些地方是属于 已经被有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区域 就可以比较容易规划出来 好那刚刚那一个是一开始检查 我挖出来以后怎么呈现 我先看一下 接下来就是我们如果要让数值模拟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也有这个数值模拟的一个输入的 就是模拟的引擎 那这里是我们输入的参数设在这里 那之前有委员建议说可能要有一些建议值 那建议值目前还没放到 但我们会把它放上去 这个版本没有 那大概就是 比如说我这总共要跑多少 总共要跑180秒 然后我要看的结果大概每3秒一个 或者是等等 这里我都可以输入 那我想我们只要run的case越多 在相关的参数应该怎么律定就会越容易 那我们这比较 我们目前这一个用的这两项油的那个土石油模式 基本上主要是只有4个参数 所以基本上不会太困难 好那 那这个是如果模拟完以后给大家看 那右边这个是 右边这个是刚刚的图 我等一下重复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模拟完大概可以怎么样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 只要土体刷过的范围 我通通把它变成黄色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选择 其他的功能可以把它设成透明 我们看到的这个差异性 其实我们在这个 这个开文里面都有发表出来 那同时间 我们也参加了 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也参加了那个EGU的研讨会 然后还有MSD的研讨会在日本 那还有今年1月中 很快的等一下 会关于那个GIS 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个ENSI的那一个 那个系统呢 我们也会跟大家 也会有一个发表 那顺便跟大家提 这里有看到GPU integrated 所以也就是说 刚刚看到这个计算 这个计算引擎 我们目前是跟GPU 已经整合了 做一个蛮快速的运算 那大概是 跟传统的单核心的运算来讲 大概是120倍到150倍的速度来快来讲 也就是说 比如说刚刚看到这个计算 我们在单核心的运算 是将近三个小时 那目前这三分钟的运算 我们在GPU上面运算是两分钟 大概100秒到110秒之间 看用什么样的GPU卡 那我给大家的数据是2080Ti的 那如果现在如果更新的话 可能又会更快 好不好 那最后就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那我们必须强调 我们这个理想破坏局面 只是一个取代方案 权疑方案 也就是说资讯不够的时候 我希望赶快有一些资料的时候是可以 当然如果有限定的资料 是最好 没有的话它可以大约可以让我们知道 那当然在这部分我们有破坏面以后 当然我们会去做稳定性分析 那这一块我们有特别去提 原因是这个稳定性分析里面发现 其实我们去找最小安全系数的发现 误差都比我们刚刚用面积体积法来的大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这个目前这个方法是没有考虑到地下水 也就是水温条件的影响 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序列式的崩塌 那我们在这部分其实已经有一些初步的东西 但是我想在有合适的时候再跟大家来报告 那在这个理想破坏局面的部分 我想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说 我们大概评估的结果最有可能产生破坏的 那个误差的来源是因为我们所比较的那个破坏案例 事实上是比较崎岖破坏 崎岖破碎 而且有很多个不同深度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峰值 那这有可能是好几个小规模破坏所构成的 那我们要用一个破坏面去构成它当然是不太可能 也就是这是主要的误差的来源 那但在面积体积方面其实很有趣 就是我们用的45个例子里面 跟古车体的其实还蛮接近的 那在小林村的应用上我想可能大概就可以确定说 我们虽然说我们这理想破坏局面是一个平滑局面 但是我们在数字分析里面 我用理想局面跟用真实破坏面来做计算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可能路径上会有些比较大的差异 可是慢慢随着时间最后堆积的深度还有范围其实差异不大 那如果我们也跟卫星影像来比 其实基本上呢还是可以用的 好那所以呢我想我想对这个前世区域的风险评估 我想应该是它可以提供相当程度的一个参考的价值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三维可视化图形的立体的呈现 那也就像刚刚所说的 我们当然可以可以用三维多视角来检查 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做的东西 那我们的模拟的引擎其实基本上直接在网页上就可以输入了 所以也就是甚至于我们的地形资料也可以直接进来 我刚刚可能没有特别跟大家强调在哪个位置 这个地方 在这里 Input DEM 那当然目前我们现在必须要输入最初的移动的图体 这个可能是我们必须做的要求 好 那一个很大特色是我们这个是因为我们是用网页的模式 所以基本上它就跨平台 虽然说我在这一台上可以用 其实我们刚刚的输入事实上是可以远端输入 远端输入之后呢 结果我不管我个人电脑上的PC或Linux或是Mac或者是平板都可以 那它的结果呢 事实上可以在平板跟智慧手机上面都可以秀 那我想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这一个平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 那当然如果说有卫星影像 那当然会看起来的真实感会更好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报告 谢谢 谢谢戴老师精彩的分享 谢谢戴老师精彩的分享